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讲一下 BNO都害怕猪 为什么呢 之前他们 这个真是有难怪他们害怕的 因为是关乎上班 没有人想迟到 因为这个 英国 不是 经常罢工的 尤其是火车 铁路工人 阿诚哥 算不算有勇气呢 因为现在工会就说 再次challenge你 你是不是 真的要关了 或者关了大部分 应该说 关了大部分 在火车站的 Taking Office 心惟诚说 我是要关 其实在8月28号 已经有2万人罢工 又是铁路工人 其实部分的服务贪汶 打击伦敦的 周末经济 他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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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BNO都说他软弱 应该这么说 软弱 是有些事情 为什么他和中国也要 要接触呢 因为 这个 其实他是实利 你想想他也是一个生意人 所以呢 政坛 当今政坛 首富就是他 首富 这个国家元首 非常富 非常富 10亿英镑 所以 你说的什么奋斗故事 其实对他来说 有点远 尤其是老婆更加厉害 有钱度震 人家派息 派股息也要派过千万英镑 这个辛伟诚 他说 是的 我最终的决定就是要关 就是要关 这个在火车站的售票处 其实我们有些小站 我们也是 开一段时间 但是大站 小站 就是 有些是早上8点开到4点 但是大站 营业时间 就比较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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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因为 可能客人多 当然 现在工会说的就是 Save our ticket office 但是你偏偏是close 那么你敢不敢 是敢的 因为 你关了这么多 老实说我 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 你始终 如果我是外来客 当然说 我们 很先进的 我们那些 机器可以教你 如何买票 但是 我不知道你那点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去旅游 始终有个人 可以跟你说到 如何买 是安全一点 你有没有觉得 有的闻会好一点 是的 心会踏实一点 我最近的经验 就是去泰国 曼谷那里 因为它的名字 就算是英文 它是翻译了 泰国的名字 翻译了英文 切笼 哪里 一些 七涂策 你看的时候 究竟要在哪个站 转过去 如果你按机器的时候 你要很熟 不是说不行 都可以的 有些困扰 有人问的话 是更加 好的 还有在这个月头 一号二号 都已经是有 大白宫 他 他 都不管那么多 所以接下来 会再有工业行动 是会有的 是会有的 最搞笑的 亦有人说了他们的 这个 陷害 看到这篇 网站 在1号那次 当然大家知道 欧洲的罢工举世文明 其实不单止欧洲加拿大罢工也出名 当然对于他们来说 习以为常 但是对于 有口 难开 他们说 居然有人吐苦水 不过没有人叫他回大湾开 不知为什么 是否大家都感受到呢 有人 在9月1号 分享了一个故事 我的坎坷故事是这样的 首先第1部分 就是霸洗 因为 大概 他知道 9月1号 从湖区到爱丁堡的火车全部停洗 其实 他就在 那里 打算 去那里玩的 结果 没得复赠 只可以 提前一日回到爱丁堡 这个上次很出名 整装修那个 将飞改成 8月31号晚上7点48分 回到爱丁堡 損失1万的费用 因为他 订了2万的民宿 没得复赠 非快地 打碟一切 因为怕发生不通 他早很多个月订 所以没办法 我觉得早很多个月订也没用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后来 常态化了 后来8月30号 在App 上传来有讯息 又取消 8月31号订的车 班次又取消 真是没办法 又改来改去 到最后最后 很辛苦才能乘车 当然 他就觉得 罢工真的令到很不方便 其实之前 什么鬼新移英老师都说过 他都敢说 因为一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 就个人都知道不方便 事实上这是现实 而且不是个人有车 争取人工 现在 也是有个工字 是检与高长 应该支持他们才对 是的 事实上 他们的工资 比通胀低 受不了 应该支持他们 是否因为 他们有钱 其实有些也挺有钱 事实上是有钱 如果你卖了 赚楼 其实 英国人不是很多人 可以一次付击 对 是对你们造成不变的 或者对 全英国有 公共交通使用者 造成不变的 但如果没有造成不变 那我用來做什麼 這是現實 公義行動搞你做什麼 現在搞得這麼嚴重 新衛城也不理你 有人回應 英國特色 來了三十多年都沒有變 我印象中都是這樣的 我印象中都是這樣的 那你就自己變 不是怎樣 難道你推到公會 公會很大勢力 現在就差一點 以前那年代為何戴卓爾夫人 真的有段美好時光推倒公會 因為真的令人方便 但是現在又是不同了 以前為何他推倒公會呢 因為公會是一些不適當的事情 不適當的時候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現在全英國都感受到痛苦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你推不到政府去妥協的話 我們這個行業都是要妥協向政府 你看看醫生就是這樣 是不是 醫生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又是可以理解的 說真的 我又不是笑他們 我覺得 你害怕也正常 因為真的很麻煩 我們這裡不是罷工 是一個 現在剛剛出了聲明 我們這裡有火車站 有八個火車站 要升級 要升級 要升級10個月 是的 因為我們奧運沒有辦法了 因為他做得好 我們這裡也試過 不過不是奧運 他要提升 因為他由一個普通的站 變成交易 可以轉到別處 很大工程 好像搞了年多 這個是正常的 其實我覺得10個月也算短 因為你搞奧運 因為他本來都是新的 這些不是很舊的站 那麼 你由火車 他是有接駁巴士 但是你始終 火車是沒有紅綠燈的 也有 但是不是這樣 就是一條專門為你的路 以及 你要跟別人分享一條路 是不是差得完 不過最搞笑 有人 就整理了 這個也不錯 有個大陸網站 整理了 英國 這個罷工 日程圖 不是香港人日程 沒有人看過這個東西的 看回這個罷工 他告訴你什麼時候罷工整理 不過是簡體字 可能他們就不願意看 我沒有所謂 還有什麼罷工呢 今天就是15號 原來 這個日程表也很厲害 還有什麼罷工呢 16號 到22號 就是倫敦 Bast Health NHS Chucks 就是醫療信託 國家醫療服務系統 護士 清潔工 病理學專家罷工 影響當地居民 醫療 保健服務 19到20號 這個又是其他人 就是 英國醫學協會 代表 高級醫生罷工 影響日常醫療服務手術等等 超過 83萬 5000手術 和預約 因為罷工而推遲 另外 到完 這個高級醫生 20到22號 就到初級醫生 之後 到了20號 到22號 倫敦 市長治安 犯罪 辦公室100名 工作人員罷工 影響 倫敦 當地警局的財務審查 以及工資發放 影響倫敦當地犯罪 以及治安情況 一直霸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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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 市長拜公室的人也罷工 之後 剛才說的蘇格蘭 26號到28號 蘇格蘭11個 議會地區幾千名學校 幼稚園教師 還有 保安 餐飲和其他的工作人員也是罷工 整個蘇格蘭地區都是比較麻煩的 導致有些學校停火 得不到正常的教育服務 到10月頭 10月頭 就是10月2日 到10月4日 英國醫學協會 這次不是初級醫生 和高級醫生分開 就是 初高級醫生一起出來罷工 這樣 這個也挺厲害 這個不是香港人 不是香港人的疫情 是英國 人疫情 疫情 所以 辛偉誠他很厲害 鐵鳥芯這樣做 你差得你那麼多 自從去年夏天以來 英國 國內的鐵路工人 巴士司機 醫生 護士 教師 救護車司機 王家游 鄭員工 輪流快去白宮 參加罷工的工人 就告訴 BBC 給了帳單之後 我到手的工資 只剩下幾個錢 我也不想罷工的 我不喜歡罷工的 有沒有人聽過我們的意見 不過 BNO說 趕他下台 趕他下台 說真的 但他也未必要下台 你趕不到 有沒有投票權 是的 因為這是傳媒 這個是 保守黨員才可以 因為他現在 除非你大選 下屆 除非大選 但下屆大選 工黨解決得不到 真心說 他肯定說他能解決的 當然現在工黨還在領先民調 領先保守黨 由於是通脹 非升 一年多 要求 這個 漲新的聲音 在各個行業 此起起彼伏 引起了大量的罷工工潮 現在 還有一個不是那麼好消息 前幾天我不是說過 英國經濟好像 已經不再墊底 錯了 不是 最新數據 又是不利 原來就好了一個月 為甚麼呢 都是來自這個官家數據 毫無掩飾 自己去英國國家統計局查 如果你不相信 就是剛剛發佈了數據 因為罷工行動 和潮濕的天氣 潮濕天氣也有關事嗎 不如英國一直都那麼濕 等等的負面因素對 經濟衝擊 7月份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環比下跌0.5% 居然經濟意外地 意外地 因為他很樂觀地說年底我們有個好時光 原來不是 經濟意外 收縮 加劇了市場擔心的心情 因為衰退的預期升溫 應該兩個星期前不是上個金融時報的新聞 就說 好像比較好 結果不是 數據也顯示英國7月份GDP環比0.5% 亦都是2012年12月以來最大的降幅 是差過市場預期的 因為 經濟專家就預計英國7月份的 環比收縮是0.2% 6月份 因為6月份有0.5%是增加的 結果就不是 是的 另外5到7月份 經濟增長是0.2% 不過現在這個再橫比 下跌下去的話真是令人擔心的 主要經濟部門都出現下滑的 進而拖累 英國經濟整體表現 Vilco 那天有網友分享給我 我忘記說 Vilco是關於很多店 那麼大鑊 是的 當然 這個這麼大的零售商 是令人心痛的 這個Vilco 他的工作人員 現在就在TikTok 在掃腹 都沒有用 他都關了很多店 當然 B&O依然說 不是 香港差 其實英國也不是很多 是全世界 這是全世界的表現 我相信 香港也是很差的 但是 你說是不是完完全全 好像他們那樣 什麼愛國者治港 或者什麼一國兩制失敗 現在是 實際上是 實際上是 看看 這些具體表現 這個來自英國 國家統計局 不識字 我告訴你 因為有些人在這裏吵 不識字我告訴你 當然我是 批評那些 搞搞搞震的人 不是吧 大家 7月英國服務業 意外地下跌 因為服務業強 是強的 下跌0.5% 在14個服務 細分行業當中 有9類服務 業的產出處於下跌狀態 其中就是 通訊服務業強 跌了2.1% 教育服務的1.1% 可能雙上罷工的 效應 同期 英國工業產出是跌了0.7% 製造業下跌了0.8% 連之前幾好的 建築都跌了0.5% 英國國家統計局也說7月份 醫護人員和教育工作人員的罷工 對服務業造成嚴重的影響 不用擔心10月份還有 9月份 其實9月份也挺厲害的 但是因為大家都疲勞 你罷吧罷吧罷吧 成哥好像不理會 他不理會 他現在不是 說什麼 關就關 現在不是說 亡於譴責中國的間諜事件嗎 所謂的間諜事件 其中 英國 醫生罷工行動增加 導致20萬 醫療服務預約取消 在高通漲背景下 英國一年多以來 飽售全 行業罷工之苦 公共和 私營部門 工人罷工不斷 尋求提供工之待遇 以應對上障紀的生活成本 以及 多雨潮濕的惡劣天氣 亦導致建築業 建築業和零售業疲弱 一些人免得出街 國家統計局也說 7月有紀錄以來 最潮濕的月份之一 我看到有人很壞 香港不是 有幾百日語的 英國不會這樣 不是 之前英國也試過 我們也做過很多節目 蘇格蘭 也有 林薯是壓傷人家 人都離世 這些沒得說 我最討厭就是用這些 端天氣事件去說什麼政權 不關事 真的不關事 當然現在 7月份英國 經濟走弱也加劇了 大家對經濟衰退 可能性的擔心 經濟放緩的速度可能 表明 經濟衰退即將到來 其實全世界都擔心 不過 與此同時有多好笑 歐洲 歐洲央行 再次加息 加到4厘 跟我們差不多 但你不要忘記它由負利率加到我們 加到跟我們接近4.1 它加到4厘 這個挺好笑 歐洲經濟 歐盟和英國經濟 比較差 所以 你還要跟中國對著幹 中國很厲害 我和你對著幹又如何 我都相信 其實 大家和諧一些 大家不要打擊大家的話 我相信 怎樣都是做事順利的 是不是 當然現在他們不是打算 搞這個電動車 我相信最後他真的會出事 我們之前都說過 他不行 他不是說你傾銷 要不就 沒有補貼就說你隱性補貼 他肯定要這樣 為甚麼呢 因為他要保護自己行業 否則馮德樂印也不用擔心 因為就快選舉 歐洲議會也就快選舉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 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 拜拜